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常常我们身体里头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毛病 老毛病 比方说有一些人 头痛偏头痛 痛一辈子 没想到这里头是有 这一个特定的警讯 跟严重的药命讯号 还有一些人 吃完东西了 觉得肚子胀胀 肚子痛痛 肚子不舒服 其实肚子痛 哪里痛 痛在不同的位置 可能隐含着不同的病症 然后夏天到了 很多观众朋友想说 哎呀没关系 我的水少喝一点 我的冷气多吹一点 没想到吹着吹着 各式各样心血管的疾病 也可能冒出来 身体里头各式各样的小毛病 其实它背后是有 有警讯 有意义的 那怎么样面对身体里头的 小毛病跟老毛病呢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江首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田之学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妇产科的医生好朋友 郭安妮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好朋友 赖银达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花姐 大家好 欢迎来 欢迎来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温国志师傅 大家好 我先问一下江医师 身体里头有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些毛病 比方说像我本人 这个有的时候睡觉起来 就觉得腰酸背痛 像我今天一整天录影 明天早上我起床 一定有足底筋膜炎 可是我的足底筋膜炎 不会每天发 久站的隔一天会特别厉害 所以身体里头 其实有一些毛病跟讯号 它其实在警告我们 身体的健康状态 其实身体有时候 给我们很多的讯号 不过一般的消费者的困难是什么 它不能分辨哪一个是重要 哪一个是不重要的 根据美国做的研究显示说 小病去医院 会缩短你的寿命 大病去医院 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所以并不是说 大家不应该去医院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要辨识什么时候该去医院 那在这个手板上 就跟大家解释几个情况 你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第一个是 新进发生的 搞不清楚哪里发生的痛 腹痛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 从肿瘤到狼肿 什么都可能 到肠胃炎到便秘都有可能 对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你在家里 自己可以乱搞的 第二个 反复的发烧 你要知道 可以发烧的东西 当然传染病 可能发烧 艾滋病会发烧 感冒也会 感冒会发烧 还有一个各位不要忘记 癌症也会发烧 真的啊 对有一部分癌症是用发烧来表现的 最出名像肾脏癌 它会有固定发烧的形式 所以 反复的烧不退 烧烧停停 烧烧停停 你不要太高兴 你不要说 我吃了要去停 不是要来 你就说没关系 我就再去买药 这是不对 你要赶快去看医生 还有呢 第三个就是 心境发生的头痛 其实我们医生比较不怕 你那个痛15-20年了 坦白讲 如果15-20年 你就得到脑瘤 你现在不会来看我 对不对 我怕的是什么 我们医生怕的是 突然间心境才发生的 剧烈的头痛 这个要小心 这个可能从脑末瘤 什么东西 出血什么都有可能 那这个每一样都是大病 然后呢 排病习惯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第一名的癌症 罹患率最高的就是大肠癌 那它常常附带着 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 那这点是一个很小的征兆 可是大家常常容易把它忽视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体重的减轻 体重的变动是应该要缓慢的 如果它快速变动 你一定要想想看 出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有吃没有到 你吃进去都到哪里去了 所以体重突然的减轻 其实从古到现在都认为是 突然间掉体重 掉的莫名其妙的 代表什么 最常见的是体内有一个东西 大量的消耗养分 那中常恶性肿瘤 它消耗养分的速度 是我们正常细胞的几倍 所以它才会有办法 制造体重突然的下降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第二十因 常见的是心肌梗塞 那心肌梗塞刚开始之前 其实它常常用胸闷来表示 很多人胸闷自己 哎呀算了 一下就过去了 不理它这个其实是很可惜 第二个就是九咳不育 我们也知道咳嗽 正常哦 感冒的时候咳嗽 咳嗽个一两礼拜 都已经是了不起了 再长 你就要想想看 为什么一直咳 你还是得去看医生 这中间包含说 你以为的感冒 到底是不是感冒 就是一个问题 会不会可能是肺部的肿瘤 结合病等等的重大疾病 然后呢 当然乳房摸到总快 所有人都知道 赶快去看医生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吞硬困难 本来吞东西都没有问题 渐渐的 犯难吞了 渐渐的 连粥都难吞了 所以你 其实到犯难吞 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了 最常见是食道的肿瘤 最后一个是什么 尿变红色了 其实大小便看到红色都要小心 对 那一般来讲 看到血尿的话 其实当然除了少见的肾上炎之外 最常见的是泌尿系统的肿瘤 所以碰到这个情况 你就应该要赶快去看医生 不应该再拖 然后自己来做解释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说掉体重 当然掉体重第一名是二性肿瘤 因为到底医生跟病人 都第一个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二性肿瘤 是台湾第一大杀手 他一直跟其他的死亡原因一直分开 现在他一个人已经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死亡率了 那第二个其实有一些病 像内分泌的疾病 他也会掉棒 譬如说糖尿病 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消可症 他会瘦很快 这个糖尿病 第二个甲状性机能抗净 大胸肝龜 他有时候肿瘦在里面你看不到 不过他也会消耗很多的基础代谢率 因为甲状性素 他会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 让你燃烧掉很多的能量 所以你就会瘦下来 那第三个是什么 你不知道的慢性感染 最出名是谁 结核病 结核病人都散掉 因为结核菌 它也会消耗很多的能量 第四个是什么 慢性腹泻 慢性腹泻你就不能吸收了 那不能吸收 养分不能吸收 当然你就直接一直瘦下去 所以除非你能很清楚的说 我有慢性腹泻 不然的话掉体重 我觉得最好还是要给医生看一下 因为前面一二三个 大概你很难自己分辨 那问一下田医师 田医师因为处理的是急诊室的病人 有的时候真的小小的症状就要命 没错 那我们急诊室刚刚讲的那么多症状 其实像这些症状 很多病人拖到最后 也会来急诊室 我们也在急诊室发生过很多的癌症的病患 但是急诊室我们最怕的就是 里面的症状最怕的就是这个胸痛的问题 因为胸痛的话 它严重的话可以是心脏的问题 大家最常听到就是心肌梗塞猝死 那再来就是像血管 因为我们这边有主动脉 所以主动脉剥离 如果剥离到一个严重的程度 它破掉了 这个人即使CPR 有时候都是救不回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肺部的问题 像气胸 还有肺动脉栓塞 再来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消化道的器官 就是我们的食道 所以食道如果破裂 造成胸痛 也是致命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急诊医师 我们不是最会CPR 我们是最会要先把这些东西找出来 然后在病人还没有死亡之前 我们把它拉回来 那就是最怕的 胸痛的话 最怕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分享一个案例 有一个60多岁的女生 她是儿子推进来急诊 她坐轮椅 然后她看起来就是松松垮垮 不太爱运动 但是会做家事 会煮菜的那样子一个妇人 然后她其实三四年前 就已经知道有高血压高血脂 吃了一阵子药之后 她自己停下来 那她来到急诊 她跟我说她肩膀这边两边酸酸的 她说你最近是不是做很多家事 她说我一直都做很多家事 然后我听起来是觉得像公主病 就是自己酸痛 然后又不运动 很像公主病对不对 结果她就突然冒了一句说 我的好朋友说 有时候肩膀痛是心肌梗塞 她是希望我帮她做心脏的检查 但是我是觉得说 你要做心脏的检查 你刚才之前好几年 你没有去你应该要去啊 你怎么来急诊呢这样子 但是我听进去了她的诉求 所以我还是说 我会帮你做你需要做的检查 可是其实我就是做了 肩膀的X光跟心脏的X光 再加一张心脏的心电图 结果心电图做出来 居然是异常的 我就说我要帮你抽血 结果抽血之后 心肌梗塞的指数是飙高的 对 所以她在这几天 不知道哪一天发作了 急性心肌梗塞 但她的症状非常不典型 所以那时候就赶快找心脏科医师过来 我再去跟她说一次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把你这边移到 前面急救的那边那一区 因为你现在状况很危险 她有点搞不清楚 我说你现在把儿子女儿 该叫的家人都叫过来 后来就去做心脏管 结果心脏管发现 三条全部都堵 所以她马上就出来 我以为马上出来是好事 就马上出来是因为没办法做 所以就直接找心脏外科接手 那天晚上就直接开心脏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了很多次的健康好生活 我们都讲了很多次的 心肌梗塞的症状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主权很特别 就是我们女生 我们女生很多东西 我们都会表现得非常非常不典型 但是主要你只要有任何疑虑 你觉得你身上怪怪的 我还是会建议去找医生 跟医生沟通 让医生了解你的状况 那同一时间花姐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花姐今天要分享的是韩国招牌菜 这个叫做韩式辣牛肉汤 辣牛肉汤 然后一碗饭小菜这样子 那我现在是先把这个水煮了 我现在做这个是快速的 快速做法 我们以前有做过萝卜汤 牛肉快速做法 那在韩国 我们如果是一般在家里 你要熬牛肉的话 你熬的时候你就把葱放进去 最后它不是葱了 你完全出不到葱的味道 非常的好喝 所以我这边先烧了水 我先把葱啊 叫它煮在里面煮一下 那这一道呢 因为我们是快速煮法 我们在韩国开餐厅的话 我们靠这个牛油啊 这个就是牛肉上面 我们买回来 它有那个肥的油 我把它剔下来的 好 所以是厚薄都不一样 我拿这个提炼油 油出来 那我们餐厅呢 我们在韩国也有开韩式的餐厅 所以我们餐厅就是把这个油靠出来 我们炒辣椒粉 就摆在那里 因为牛油很喜欢凝固 凝固得非常快 那我们煮汤的时候就挖这个牛肉 因为高汤也煮好了 就放在里面 你要辣或者是小辣 就这样子成型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来靠这个油 尿尿碰 然后也是有的时候会有血尿 有时候没有 后来它直接都去药局 自己拿药治疗 就是糖光怎么 癌症的 觉得好像完全没有办法走直线 而且人非常非常的运 发现是小老的出现 靠一下 对 猪肉如果用猪油这样子靠 在韩国一般的汤类 除非是 它如果要补生的话 大部分都是牛 牛尾 牛骨 它有的这个牛肉 它是一块的牛肉 煮好了以后 它就这样撕 撕成一条一条的 牛肉的纤维跟猪肉不一样 所以牛肉一定要斜 就是把纤维切断 猪肉就没有在乎这个东西了 好 所以我们先靠一点点的油 对 才有这个辣牛肉汤的味道 那我们现在牛肉呢 我这个是台湾牛 我切得很薄 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 就很快速的 你如果没有你卖场啊 或是超市啊 牛肉片就OK了 就好像牛肉 你算一下就可以吃嘛 就不需要去煮很久这样子 然后呢 我这个辣椒粉呢 比较特别的是用的非常细的辣椒粉 所以等一下我们喝汤的时候 我们的口感是滑顺的 不是像辣椒粉粗粗的一片一片在上面的感觉 所以辣椒粉粗细有别 口感跟做法有别 对对对对 那这一道的萝卜呢 我是用粗的跟细的一起合用的 因为全部细的话 它吸水的 它分子太细了 它吸水的能力更强 对 所以这个花姐还准备了 腌的萝卜 腌的这个是什么菜啊 这个是油菜 现在油菜菜很多很便宜 我之前是做小芥菜 那这个是做的油菜 所以我今天没有大白菜的 在韩国主要是汤类 牛尾汤牛骨汤这样辣汤的话 它大部分会给一份萝卜 然后我今天弄了一份萝卜 我再配了一个油菜 油菜呢可以现拌 现做就现吃了 好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牛油 靠出来 但是这个韩国人吃这个牛肉 不会指单纯的牛肉 搭配了很多膳食纤维 所以花姐搭配了豆芽菜 也搭配了这个泡菜小菜 我还有蛋 那我今天用的是黑胡椒 那我为什么现在先把火关掉呢 因为这个油会很烫 太烫了我一下辣椒粉的话 它就烧焦了 所以等一定要油温 让它下降到差不多50度60度 我们再来炒辣椒粉 好 我们先靠一点油出来 靠一点油 一点就够了 那韩国人基本上吃这个搭配的膳食纤维 就会这个相对的 油量是很低的 然后江医师一直点头 这个泡菜小菜很好吃 我跟妳讲 我很喜欢吃辣的东西 那泡菜其实它是一个发酵质食品 对不对 它补充很多的乳酸菌 所以不管辣的可以延长寿命 乳酸菌又可以健胃整肠 所以它是一道非常健康的料理 对 所以全世界的腌制的东西 都是对身体不健康的 只有韩式的泡菜 它是对身体一个健康的食品 他们在医学也有做这个研究 也有证明 为什么 韩国的泡菜它是自然发酵 我们台湾的泡菜是加了醋 这个完全功能是不一样的 你自然发酵它才有好的菌 你吃这个就等于喝了优肉乳 优肉乳还要加糖又难喝 对不对 这个又开胃又下饭 好 那我现在加辣椒粉 热油加的是细的辣椒粉 对 细的辣椒粉的辣度跟粗的一样吗 这个没有分别 只是看你的辣椒 在韩国卖这个辣椒的样式 很多种 几十种 你可以挑 我现在看锅子那很奇特 对 它把刚刚锅子那的油吃了呢 是的 马上吃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料下下去了 我们的这一锅葱高汤 现在可以加豆芽 对 反正这个没有前后顺序了 因为我们这是快速煮的 像一般来讲高汤煮好的话就 绿豆芽 我们冬粉也一样下 冬粉在这里可以下 对 因为我们这个冬粉 时间不长 我们是进节目之前去汆烫的 时间不长 所以可以跟着 它还没有膨胀 膨胀的话是最后打蛋之前来放 然后我们牛肉 牛肉 对 这个你把它切薄片的 其实这个撕一撕就好了 其实很薄 所以这个是牛肉片很薄 所以我们摆在锅里面的时候 去这样子给它打散 它就不会一球一球了 这么简单啊 是 非常简单的一道 所以现在这样子 这个牛肉汤 这样子对不对 快要好了 加蒜泥 摆进去 为什么我感觉 这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假如你在家里熬了一锅牛肉汤 假如是熬了一个这个汤底 有牛肉对不对 它一定有浮油 对 你就拿这个汤匙 在上面把这个浮油 捞出来 捞出来炒辣椒粉 就是用水来炒 用这个上面的浮油 就OK了 好 那你现在最后要把这个辣椒粉 加上去 是的 好简单的感觉 我不敢想象 这会是什么风味 其实这个辣椒粉都不辣 它的汤立刻走到 那一个辣椒红色了 是 然后这个辣椒经过这么一炒 那个味道就很香 没有那个辣椒粉的那种 生腔的味道 所以辣椒粉其实炒过不一样 所以我做泡菜 我常常就示范做泡菜的时候 这个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一个做法 我就三分之一的辣椒粉 我一定用温水 去给它和一下 和一下 和成就是糊状 那在三分之二的辣椒粉 我是用一般的就是辣椒粉 对 因为你和出来的辣椒粉 颜色又漂亮 它辣椒红会 会收取拉出来 然后没有辣椒的粉的 那个生的味道 可是你一定要再摆生的下去 提香 对 我跟你讲 改天在节目中教大家做这个 这个夏天 太简单了 你会想学对不对 我会想学 而且我特别爱吃萝卜 我特别爱吃萝卜 对 而且夏天这个因为比较不需要开火 有的时候这样的小菜 做起来负担压力比较低 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在韩国的这个汤 它才加一滴滴 它不会有咸味 因为它教你自己加 它让你自己加 就是你自己可以调整它的咸度 咸度 自己看喜欢吃咸啊 蛋啊这样子 韩国人觉得辣牛肉汤是很营养的 还会再加蛋 那因为这背后优质蛋白质有了 蔬菜有了 然后吸收也容易 因为它会加那个干的蕨菜嘛 所以蔬菜更多 最后打蛋上去 对 好 那我们就上来试吃哦 辣椒的食物大家都知道说 它可以增加寿命 吃辣的人会比较长熟 是第一个问题 那大家以前传说什么吃辣 会胃脂肪逆流 后来被人体的前章研究都反驳了 所以看起来辣 连胃溃疡都不可能发生 它不会造成胃部的溃疡等等的病灶 所以它其实是个非常健康的食物 那今天这个汤 其实喝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它其实我只看它加了 没有很多复杂调味料 可是吃起来 其实很香 很香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辣椒粉跟牛肉跟菜 mix在一起的这个味道 吃起来就不觉得很单调 而且豆芽菜也变得很好吃 对 那问一下郭医师 很多女生如果血尿 应该就会去看妇产科医生 对 我蛮多就是尿道旁观 还有阴道眼的病人 像我最近就有个40岁的女婿 她就常常是尿尿痛 然后也是有的时候会有血尿 有时候没有 她每次都以为是就是发炎 发炎到后来她直接都去药局 自己拿药治疗 什么药 就买消炎药 对 直接去药局买消炎药 她说我又尿道旁观炎 然后自己诊断 自己治疗吃药 那有一次也是吃了很久很久 吃了差不多两个礼拜 自己吃药 自己买自己吃 怎么都还是有血尿 她就来我们诊看 我就帮她验小便 发炎是没有了 但是就是有血尿 那我用超音波帮她照 她旁观有个肿瘤 我就把她转到那个泌尿外科 泌尿外科用旁观镜进去 然后把她采标本送化炎 果然就是旁观肿瘤了 癌症了 已经是癌症了 是癌症了 对 所以很多临床上面有些女生 她们都以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感染或发炎 对对对 她们有时候自己诊断自己吃药 然后有时候拖就这样拖到问题了 那所以假设你真的这个反复的发作 你要特别注意 其实你可能不单单只是尿道炎 还有有时候尿道炎失控 就跟江医师讲的 一个不小心就失控到肾脏了 对 就是说发炎很容易是不断的发下去的 所以郭医师要提醒大家 其实免疫力还是跟我们的发炎状态息息相关 对我们妇产课临床上有很多尿道旁观 跟阴道炎的病人 这三个地方发炎症状一样吗 症状不太一样 对 但是她们都有共同点 就是有些是女生她营养不均衡 她们有时候为了减肥 然后营养摄取的不是很均衡 让她的免疫力下降 还有另外可能除了饮食之外 她们还有熬夜 那这边就是有介绍大家一些 调节免疫力的食物去加强 像蛋白质 它是增加我们免疫细胞的DNA 像是肉啊 奶制品啊 蛋啊 这一类的话 可以加强我们免疫细胞的DNA 像Omega 3的话 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像青鱼 鲑鱼啊 还有酪梨跟核桃 这些都是好的食物 还有维生素A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粘膜 它是我们的第一条的防线 粘膜层 呼吸道啊 还有喉咙 比如说你常常感冒的 这是粘膜的部分 还有尿道啊 还有我们的阴道 这都是第一道防线 那它可以从像黄色的植物啊 或内脏类 奶类 这些都可以摄取到 还有维生素B群呢 维生素B群如果你缺乏 会下降我们的免疫系统 你去做检查 会发现你的淋巴球会有下降 而且你的胸腺 是我们免疫力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它也会萎缩 那这个可以从B群里面 像是我们深绿色植物啊 还有菠菜啊 还有一些蛋 豆制品都有 还有维生素C 维生素C它是可以减少 我们细胞受伤的 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 那主要就是在我们像 琉丁娜橘子这一类的水果 还有维生素E 维生素E它可以帮助我们 产生抗体 我们要对抗细菌啊 病毒的时候我们要有抗体 那可以从像一些 绿色的植物啊 还有坚果类啊 还有颧骨类 颧骨的食物里面 都可以做补充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微量的元素 微量的元素 比如说像鑫 鑫的话它是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那还有像铜 铜的话它是制造 红血球 白血球 还有淋巴结 这些都是我们重要的 微量的元素 还有细 细可以做抗氧化的 那这样的微量的元素 可以从我们像葡萄干啊 海鲜类去做摄取 那问一下赖医师哦 耳鼻喉科临床上常常遇到很多人 喉咙卡卡 声音撒哑 或者没什么声音 像最近常常跟我录影的朱学痕就这样 然后这个是很明显的症状 但是查不出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那其实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很多人想到耳鼻喉科医师 大家想到就是看感冒 对 其实不是只有看感冒而已 耳鼻喉科其实分的次专科非常的细 那我本身是针对这个声带 跟一些嗓音 一些声音的疾病 是比较专门的 所以呢 接下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在我的这个嗓音的这个特别的门诊里面 遇到了一些案例 我们先讲第一个 这是一个35岁的一个独立乐团的一个女歌手 她有一次就是说来我的门诊 然后呢 她嘱咒就是说 我的声音沙哑 喉咙觉得很卡 大概已经是三个月左右这样子 那时候来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这个我已经在外面已经看了很多的医生 那也吃了很多的药 但是怎么会觉得 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善的这种症状这样子 那就后来呢 我后来就是帮她做了一些检查 就帮她做了一个所谓的内视镜的检查 去将她的这个声带放大 就发现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 因为她长期的她需要讲话 她需要唱歌 所以呢 她的左边的声带 有了一个囊种 也就是所谓的声带的长景 这是第一个状况 第二个症状 就是说 我在内视镜的检查 发现就是说 在她的这个喉咙的部分 看起来是有胃酸逆流 蛮严重的情形 另外呢 我也发现到就是说 她基本上也有一些鼻涕倒流 也就是有鼻子过敏的症状 所以这么多的原因加起来 让她的这个整个声带 没有办法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后来呢 这个因为这个囊种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用药物 大概没有办法治疗 后来就帮她做了一个 比较新式的一个 声带的显微半的一个手术 把囊种开掉切掉 把它切掉 然后另外还要再治疗 胃酸跟鼻涕倒流的问题 所以后来她就充实高音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声音的变化 背后是有原因的 这是比较轻微的这个症状 好 那接下来 温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又好吃的豆豉月瓜鲜油 是的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夏天这个季节的瓜 这个叫月瓜 对对对 本能长这样 是 那一般我们去买 我如果在传统市场看到 我会以为是没有长很绿的大黄瓜 大黄瓜 对 这个月瓜 一般最大部分几乎99% 这是拿来做这个腌制 那这个把它剖开去脂之后 然后用大量的盐涂抹在上面 好 然后用这个重物在上面压 压两天 我们先剖开看看 压两天之后就像这样 好 我们先 这上面是脂 就是买这个月瓜 直接可以对剖 对 剖开来之后 那剖开来 果然很像啊 对 这个是一般都是爬这个地上 种一株会涨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单价很便宜 我们一般吃便当 很多都会带这个 一般是切成这个片状的 好 这个把它刮下来之后呢 然后用大量的盐抹在上面 然后用一个重物把它压着 好 大概两天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 缩水成这样 对 我们给镜头BB 两天之后会长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其实那个盐会让水分压缩了 对不对 排斥掉 对 那这个的话不能去皮 要带皮 所以这个纤维质非常高 那这样的出血 通常都是因为脑里面有一个动脉瘤的关系 女生比较多 而且女生一发病的时候 通常都是剧烈的头痛 那家里老人家有时候 可能我今天去撞到 然后我去急诊做了检查 没事 结果半年后 他开始慢慢地头痛 甚至意识改变 甚至走路不稳 叫做慢性硬磨下出血 这个是轻腌制的 这个轻腌制还带有这个叶绿素 那这个稍微腌久一点的 腌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 就会变黄黄的 那可以长时间保存的 对 好 所以轻腌制还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师傅是先把它切成丁状 切成丁状之后 我们把它用水洗三遍再泡一下 把它去除它的这个盐分 淡化掉它 好 再吃起来就会脆脆的 然后它有一点发酵的那种 那种风味 还不到酸 现在就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 而且很香很好吃 我人体实验看看 很脆 它尤其是皮那一面 吃起来脆口 我觉得这个我阿嬷 不知道在哪里弄给我吃过 没有你阿嬷弄给你吃的是黄黄的 真的吗 是 我觉得这个像阿嬷的早餐的 菜骨牙还是菜骨牙 你试试看 嗯 对 像不像 一定吃过 而且这甜度很甜 感觉不知道在哪个阿嬷准备的早餐 还是这个青州小菜类之类 搭配过这个小菜 是是是 很爽脆 对 有可能 好 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今天要来炒这个鱿鱼 这个今天是第一次在这个 美食节目上面示范这个刀法 好 厉害了 来看看 健康好生活 来等等等等 鱿鱼本能长这样 请问你要试试 鱿鱼的翅膀 鱿鱼的翅膀 我们把这个边边稍微修掉 就是这个虚 这个比较薄的地方修掉 修成这样子 好四面 就是四个角 鱿鱼是稍微泡水把它泡开吗 没有没有 这是新鲜的 这是夜市炸鱿鱼烤鱿鱼这种 我还以为你拿阿根廷鱿鱼把它泡发 没有没有 这个要新鲜的 这个要新鲜的才可以做 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以这个 这个它上面这个中间点 唯一个这个中心点 然后我们在上面切刀 只能切到这中心点 而且不能切到镜头 不能切到皮 对就切到这边 就是三分之二的刀法 好切到这边好之后呢 我们另外一边 再这样子 哇 你刀工真的蛮好的 哇 你不是第一个说的 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它翻过来之后 我是个很有礼貌的主持人 对对 好那另外中间 中间这边我们对切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在0.2公分的地方 切虚虚 好一样在这个中间点 现在前面是零格纹 现在是虚虚纹 对对对 好这切完就变这样 好那这个身体的地方 我们也是这样切 它就变虚虚这样 好那我们看 这个热一锅热水 热一锅热水 切成这样待会有 卷起来熟了 变成小鱿鱼一样 是你看 哎哟好厉害哦 就变成这小鱿鱼 好厉害哦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拍一下 有我现在有觉得你好厉害 来看一下 这果然是个小鱿鱼 对这边也是 你看 就是汆烫时间不要太久 因为我们把这个 一些这个腥味的水 把它留在这边就可以 所以要练刀工的可以切切看 对 那懒的人是不是可以切片 对就可以切斜刀 好我们现在锅中加一点油 加一点油 我们把这个清香料下来爆香 好 好我们这个葱姜蒜 还有辣椒 师傅我问你哦 如果没有新鲜的鱿鱼 这道料理用比方说 烤鱼这一类也可以吗 对对对 中卷啊 中卷啊 化汁啊都可以 对因为我们这个 它这个食材的话 它是算绿色食材 它的生长期很快速 所以就是对这个海洋资源 不会造成负担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师傅 现在爆的是葱姜蒜 葱姜蒜 而且把这个新香料爆炒爆香 是我们把它这个香味 带出来之后 把它的这个 每个食材的这个味型 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辣椒去纸 切成条状 今天还有一味调味 所以是豆豉 对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月瓜 跟豆豉很搭 很搭 那我们这个豆豉的话 用这个手工的不会太咸 所以这个是 湿的豆豉 然后有带汁液的 是好这样子 炒香 这个新香料爆到我们要的 这个香气之后 豆豉再加下 炒一下让空气里面 有这个酿造豆豉的香气 现在很香 对好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月瓜加下 因为月瓜我们泡了水 所以它表面会有一些水分 我们再把这个水分炒干 好 学生有问题 如果我没有月瓜 我可以用什么食材来替代 像现在当季产的这个大黄瓜 或者是小黄瓜 都可以 那也要做甜制的清腌制 还是提示新鲜的也可以 新鲜的也可以 所以刚刚师傅分享的是 月瓜的吃法跟清腌制 可是如果你没有月瓜 然后你也懒得清腌制 其实大黄瓜 小黄瓜 切丁直接拌炒也OK 是的 好 我们把这个稍微拌炒之后 让我们的这个 每颗月瓜都吸收到我们这个 豆豉的这个色泽 颜色 它有点油亮油亮 有点这个琥珀色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鱿鱼 鱿鱼下锅之后 我们就要把调料加下 就可以快速拌炒了 因为鱿鱼的这个熟成度 我们刚才汆烫了之后 它的熟成度已经有七八分熟了 好香喔 对 这样子就很香 好 我们这边用一点这个酱油 触一下热锅 好 一大匙的酱油 因为我们那个豆豉已经有咸味了 对 所以也不能过多 对 然后米酒 酒一大匙 好 酒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加一点糖 四分之一小匙的糖 这调味很简单 好 四分之一小匙的糖 然后加一点胡椒粉 增加它的这个胃形 好 胡椒粉加上 所以这一道刚刚就是分享了 如果没有月瓜 其实新鲜的小黄瓜 大黄瓜切丁都可以 对 如果没有新鲜的鱿鱼 花枝套丁或者中卷也都可以 对 那就这样子拌炒之后 好了 之后呢 最后再加这个龙虚菜 最后我们再把龙虚菜摆下来 盖上锅盖焖一下 这龙虚菜我们已经去的它的这个 这个爬藤的这个须须 好 那粗的这个纤维 我们把它去除掉 因为那个爬藤的那个须须啊 纤维其实是很老的 对 所以在咀嚼的时候 就是口感不佳 我们把它去除掉之后 那整个的这个外观也会比较漂亮 我们开盖可以看到这个 哇 非常翠绿 对 我们再把它稍微拌一下 让我们的这个龙虚菜 吸附这些酱汁的味道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试吃哦 这样好吃 而且好吃哦 让我们会想起阿嬷 对 然后也提醒我们原来 这个月瓜默默陪我们的成长 对 看到月瓜被弄成这样的料理 我们才想起来 对 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吃过 然后月瓜是当季的食材 然后又有很多的水分跟纤维 还有这个 龙虚菜也很好吃 而且你处理得非常好 它那个虚虚有时候会不小心吃一吃 会变成牙线卡在里面 对 它处理得非常好 然后整个非常均衡 非常好吃 然后那个鱿鱼的刀工 因为有两种刀法 所以两种的感觉不一样 入味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切那个刀工不是耍帅 是真的会让滋味比较好 是 而且那个咀嚼的时候 因为刀法已经断掉了 所以咀嚼不要要咀嚼 那问一下这个田医师 刚刚也提醒大家 小毛病要特别注意 其中一个小毛病是 有一些人头痛 那有的时候你也知道 头痛来一下 那一下又不痛 那有一些人的人生 都跟头痛和平共处了 可是造成头痛的原因 其实八八块 没错 那但是通常那个头痛 如果说你已经有 反反复复好几次的话 会建议一定要去神经内科 做一下基本的检查 那如果说 这个头痛是突如其来 而且是剧烈的疼痛 而且是此生未有过的同头痛 都要很小心 此生未有过的同头痛 都要很小心 像有一个女生 她是接近更年期 然后她那段时间就是 孩子刚好也是青春期 然后先生又常常在外面应酬 所以整个家族都跟她 就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所以家族就觉得 她应该是更年期 因为大家常常吵架 她一吵一吵 她就觉得头痛 她甚至有恶心呕吐的症状 然后一直到有一天 小朋友 那是周末 然后小朋友同学来家里 一起打电动 结果她一边帮忙整理 一边准备东西 给他们吃的时候 突然大叫 然后她一直在碎碎念 本来儿子觉得没有关系 结果突然大叫倒在地上 结果她就说她头好痛 然后送到急诊的时候 她的主数就是头很痛 那时候血压一点点高 但是也没有爆高 那她说她的头会痛 痛到脖子 我想要去试着动她的脖子 没有办法动 然后她就开始意识 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我们赶快给她做个电脑断层 就发现她是 蜘蛛膜下腔出血 那这样的出血 通常都是因为脑里面 有一个动脉瘤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先天性的异常 大部分的人是不会有 可是她如果出现的话 是出现在女生比较多 而且女生一发病的时候 通常都是剧烈的头痛 然后就猝死了 或是剧烈的头痛 后来救回来也是植物人 但是也有 这个妇人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她孩子很快就发现 所以那时候就赶快找外科医师 还有找放射科医师去做栓塞 然后找外科医师去清血块 就这个妇人后来还 顺利的转到普通病房 然后后来没有什么神经学的异常 但是也遇过比较多的就是说 没有人注意到 所以她头痛之后就昏迷了 那后来的话不是死亡 就是有一些神经学的异常 那最近我自己就是 刚好也是这个族群 就是我意外的被发现 就是说我的脑里面有动脉瘤 所以现在我遇到这样的病人 我都会非常的有同理心 心情也是非常的复杂 对 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 那个面临死亡的恐惧 对 我们改天让这个田医师 分享一下她这个 最近刚刚完成就医的人生经验 没错 但是你要特别提醒 就是说头痛要特别小心 其实下面几个可能性都有 没错 像我们脑血管疾病的头痛的话 这些是我们急诊最怕的一些头痛 那像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疾病 就是我们所说的出血性的中风 那她的痛怎么来呢 因为血出了之后 她整个脑会肿胀 脑压会升高 所以这样的痛会造成她病患痛不欲生 但是这个要赶快处理 如果不处理的话 她的血继续膨胀 脑继续膨胀 压到脑干 这个人很快就过世了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病人 我们都要尽量抢时间 然后像这样的病人 通常都是跟高血压有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 我的这个族群 就是颅内动脉瘤的 或先天心血管异常的 像这样的病人的话 她的出血的话 她是出血在脑跟脑之间的空腔 所以她的血会往下流 那往下流的关系 她刺激到脖子 所以这些病人 她会觉得脖子很痛 没有办法动这样子 所以有遇过这样的个案 就是在洗车 洗车头低下去之后 她觉得她脖子好痛 来到急诊室 她说她是脖子拽丢了 结果发现其实是脑出血 对 那再来就是车祸意外 造成的颅骨骨折 颅内出血 这样也会因为脑肿胀的关系 脑压升高 造成头痛 还有一个非常小心要注意的 就是家里的老人家 那家里老人家 有时候可能我今天去撞到 然后我去急诊做了检查 没事 结果半年后 她开始慢慢的头痛 甚至意识改变 甚至走路不稳 甚至昏迷 因为有一种出血 叫做慢性硬膜下出血 最常出现在脑组织 很松软的老人家 然后她这个血可以慢慢出 可以出到半年以后 才构成她的症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脑部的肿瘤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诊断的东西 那这个可以出现在很年轻 也可以出现在年纪大的人 像有一天就有一个年轻的女生 她会吸毒 然后她又常跟家属吵架 家属就认为说 她就是一个不乖的小女孩这样子 就她那天来急诊 她说她头很痛 然后又一直撞墙 家属就说 我这女孩不乖 随便她啦 然后她因为她撞墙 关系有撞流血 所以我们就帮她做了一个电脑断层 就发现其实她是因为脑部有肿瘤 所以脑部有肿瘤 让她的个性改变 还有脑压升高 所以让她有些行为的异常 那她头很痛 她就用情绪来表现 就被大家误以为说 因为她吸毒 她交坏朋友 她是个不好的女孩 其实她脑内有肿瘤 那类似 常常有头晕 晕眩的症状 有的时候 感觉像是个小毛病 但是实际上背后也有大学问 其实耳鼻喉科 虽然大家都觉得 好像就是比较小的科 但其实也有很多的大病 会藏在里面 现在来讲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长期的 梅尼尔市症的病人 长期在门诊追踪 那有一次呢 这是一个45岁的男性 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那个医师啊 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神太有益 因为今天走进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 好像完全没有办法走直线 而且人非常非常的晕 他就跟我讲说 他刚刚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 开车之后 结果他要下交流道 一切都正常 但在下交流道那个瞬间 突然就一阵天旋地转 非常危险 那很危险 那搞不好连环车祸 还好 他赶快把车子停在路边 停在路边之后呢 通常就是 以他以往的经验 如果休息个10分钟 20分钟 也许这个晕 就会慢慢地好一点 那他随身也有 携带晕的药 吃了之后 那天反而完全 一点感觉都没有 结果后来 他就觉得神太 怪异这样子 会觉得 好像会觉得 手脚又有点无力 然后觉得 好像就觉得怪怪的 而且看东西 就是整个都会有 模糊的感觉 所以他赶快打电话 给他的朋友 他说 好像不太对劲 我赶快来就诊 就后来呢 帮他看了一下 觉得好像不太对 不太像是一般的 这种眩晕的发作 就去帮他 造了一个电脑断层 回来之后发现 是小脑的出血 小脑的中风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 今天各位观众 如果说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比如说你的眩晕 它是一个长时间的眩晕 或者说有一些人 是因为 比如说他是耳鸣 他是两边 本来都是两边的 突然变成 好像通常就只有单边 而且持续的时间 很久的话 两三个月的话 这可能要赶快找 耳鼻科医生 来做诊断这样子 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会潜藏在里 真的 那再问一下郭医师 还有一些女生 有的时候下腹痛 下腹科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腹科有病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妇产科 有很多下腹疼痛的女生 但是有些下腹疼痛 有些是很严重的 比如我有一个 28岁的女性 她是下腹疼痛 然后来妇产科求诊 然后你看她脸色有苍白 呼吸喘 然后她说会头晕 那一般我们妇产科 都会先排除了没有怀孕 就会说 你这个月月经有没有来 她说医生我月经有来 好月经有来 然后我就帮她做个超应泼 超应泼里面就发现 它右边的卵巢 旁边有一个五公分的轴块 看起来这是疏软管 那里面有种一个东西 肚子里面出很多的液体 看起来就是像初选 我说你确定你月经有来 她说有我月经真的有来 那我说还是需要验孕 那验孕之后就发现 真的是两条线 对 它是子宫外孕 一般大家都以为说 我月经来就不可能怀孕 对 因为一般子宫外孕 它着传的地方不对 所以它的荷尔蒙是会不平衡的 所以它事实上会有临床 像初血的症状 有的人以为 我月经有来不可能怀孕 所以它一方面同时有出血 所以它认为它月经有来 对 可是它另外一方面又子宫外孕了 对 然后它想说它月经有来 它不可能有怀孕 对 所以子宫外孕事实上是会出血的 跟大家想的是不一样的 那它是刚好那个位置说 它有痛感 对 子宫外孕某一些位置 不会有痛感吧 它是因为已经爆掉在出血了 所以它呼吸甚至会痛 是因为它里面都塞满了血 血会刺激它的横隔膜 所以它呼吸会有疼痛的感觉 所以它血色素那个时候 我们正常女生血色素是12、13 我怕它咽已经掉到8了 所以它掉得很凶 所以紧急输血 紧急肤腔镜帮它做处理 不然再晚一点 可能就生命有危险了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痛了 真的要看医生搞清楚状况 那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宁 今天节目里面 教大家的就是说 你怎么辨别 什么是要赶快去看医生的 什么是慢慢来 没关系 比如说你已经被动痛15年的 你头痛痛18年的 你们耳朵晕的 头晕头晕的15年的 这个东西你比较不紧张 可是今天节目讲的那些 零零种种的症状 一旦发生 你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 这样才可以保障你的健康 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好 谢谢江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泼在年代 大马取材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一时间 健康好生活暑假大方送 我们每天在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 都要分享送你这一个健康礼 所以欢迎观众朋友扫描 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准时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